这个作死的熊孩子为了赚点小钱 在朋友的怂恿下 主动签收装有毒品的快递 结果下一秒 原来快递中被警察放了定位追踪仪 倒霉的男孩被当成替罪羊给抓了 而他那坑死人不偿命的朋友 竟倒打一盘 说毒品是他的 这下男孩即将面临十年刑期 男孩的父亲强哥得知此事后 气得差点翻白眼 但也只能聘请律师解救儿子 律师表示 只要男孩能说出共毒之人 帮助警察破案 就能减轻刑罚 但男孩却一问三不知 这可把强哥气坏了 不过转天一想 要不是自己当年 执意要和男孩母亲离婚 重新组建家庭 缺乏给儿子管教 他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无奈之下 强哥只好各种拉关系走后门 这才找到了议员大漂亮 大漂亮承诺 只要他能帮助警方抓捕那伙毒贩 那他的儿子就能获得典刑 为了儿子 一把年纪的强哥决定拼了 他找到公司里一个进过监狱的伙计 仿称自己想在黑色地带赚点外快 并以2万美元的价格 让伙计牵牵搭桥 带他去找毒贩 可惜这伙计刚出来不久 并答应家人 今生不会再碰毒品 可当他回到家中 看到家里一瓶如洗 妻子大半夜还得去加班批客户 儿子在这贫民窟里被人欺负 如果能拿到强哥那2万块 就可以带家人摆脱目前的困境 思前想后火鸡还是决定接下任务 第二天火鸡主动找到强哥 将他介绍给了毒贩街头人大黑 大黑对新面孔不是很信任 可强哥演技爆表 几句话让他打消顾虑 最终大黑同意让强哥帮他们运货 但有个条件 那就是火鸡得跟着一起 毕竟他们对火鸡知根知底 真要出事他也能迅速找到人 为了2万块 火鸡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这个男人为了帮儿子减刑 潜入毒贩集团给警察当卧底 可他万万没想到 刚到交易地点 就被埋伏在周围的另一口毒贩集团拦截 强哥哪见过这场面 吓得和火鸡一头钻进驾驶舱 猛踩油门将运来的货重新运了回去 由于强哥处理果决 没有让货物造成损失 让大黑的老板老毒枭十分欣赏 他们决定让强哥继续干下去 不久后 强哥来到货物交易点 见到了大黑等人 而在此之前 他已早已联系警方 打算当场逮捕大黑 只要这伙人被抓 他的儿子就能被放出来了 可没想到 埋伏在周围的警察并未出手 因为他们想利用强哥调出老毒枭 大漂亮再次承诺 只要成功抓住老毒枭 就立刻释放强哥的儿子 为了救儿子 强哥别无选择 而他的儿子在监狱中 日子并不好过 天天被人打 都快被打成猪头了 前妻每次见强哥 都哭成了泪人 他觉得 是他们当初离婚 才导致儿子走上不归路 对此 强哥也十分愧疚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继续当卧底 然而 当他从监狱探监出来时 真好撞见跟踪他的伙计 原来 上次运货时 伙计就察觉强哥不太对劲 于是 在他连连逼问下 不想隐瞒的强哥 说出了实情 得知一切后 伙计马不停蜜地赶回家中 让妻儿迅速逃离 因为一旦强哥的身份暴露 那么他和他的家人 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出于各种考虑 伙计没有出卖强哥 他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就在伙计不知如何是好时 强哥找了过来 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几天后 老独销让他去运送一批钱金 只要到时候人赃病货 就可以收网 不过此时的强哥 已经不再信任警方了 他希望和伙计联手抓捕独销 这样才能有和警方谈判的筹码 这间屋子里 足足有几亿美金 强哥需要将这笔钱 运送到别的地方 为了获得更多筹码 能和警察谈判 强哥趁着加油时 换掉了带有定位器的大卡车 等到警方 迟至未见强哥的行踪轨迹时 这才意识到被甩了 搞定了警方 强哥顺利地将钞票装进车厢 可身后还听着老独销的手下 强哥没有办法动手脚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伙计身上 原来伙计没有跟着一起上车 而是闯进毒贩大黑的老巢 准备将其端掉 凭借着好伸手 伙计轻松干趴所有毒贩 接着逼迫其中一个毒贩 说出了老独销的电话 因为只有这样 警方才能追踪到老独销的具体位置 伙计得到电话后 立刻发给了强哥 强哥又立刻联系了警方 让他们快去抓捕老独销 但万万没想到 这辆车被毒箱手下装了窃听器 强哥的身份因此暴露 双方立刻展开基点追逐 但对方人数太多 远水又解不了进口 最终在杀手的强烈攻击下 强哥不心大手中弹危在感激 而杀手依然不遗不扰 又开枪射爆了车车胎 他这瞬间失去控制 与此同时 警方根据卫星定位 追踪到了老独销的位置 成功将其抓捕 另一边的强哥被压在车中无法动弹 好在支援的警察及时赶到 强哥这才成功获救 最后警方也从独销的几亿现金中 拿出十万奖励给强哥 但强哥并没有要这笔钱 而是给了帮助他的伙计 这笔钱足够让他的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当然强哥的儿子也顺利出狱 父子俩相拥而起 相信经过这次教训 强哥的儿子再也不敢随便乱拆快递了 本篇来自动作冒险电影《告密志》 剧情惊险刺激 看完《大壶过瘾》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下期更精彩 期末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